9号在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大陆作家莫言 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听众现场交流 在被问及大陆的言论自由问题时 莫言再次为中共当局辩护 他说言论审查就像是在机场接受安检 非常正常 这个说法让现场的听众不以为然 也被专家学者视为笑柄 大陆作家莫言 9号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麦格纳礼堂朗诵作品 并与听众交流 会上莫言再次被问及中国的言论自由的敏感问题 作为中共体制内的作家协会副主席 莫言来到瑞典后 一直尽力避免回答类似问题 有时则讲一些故事来搪塞 这一次再次遭遇敏感问题 莫言说他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 因为他是文学奖得主 而不是政治奖得主 应该让政治家去回答政治问题 从他的讲话来讲 看起来他是在讲故事没讲政治 实际上他是在按照国内的政治要求的讲话 就是不能公开的批评中国当下的政治的薄弱环节 就说现在我们不要谈政治 只谈文学 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文以再道 他必然要跟政治跟现实紧密的联系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 也必然要跟政治跟现实紧密联系 在这次会上莫言不得不谈及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 他再次重复了六号出席记者会的言论 他辩称中国有书报检查西方也有 检查无所不在 言论审查也是如此 就像是机场安检一样 他举例说 自己去西方国家申请签证也要受到审查 对此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 莫言一直试图玩两面化的语言游戏 讨好当局 也迎合市场 莫言对中共极权制度做了很多妥协 比如包括参与抄写毛泽东语录等 而莫言关于言论审查就像是机场安全的比喻 则堪称是最可笑的一件事情 林培瑞还认为 但从文学上来讲 莫言也不是一个顶尖的作家 江苏网络作家顾志坚也对新唐人表示 莫言的表现让人感到很失望 但他的这种表现恰恰说明 中国糟糕的言论自由现状 顾志坚谈到 莫言的获奖很可能会使更多大陆作家 效仿莫言投机取巧 两头讨好 尽力不出动当局 同时又试图获得社会的共鸣 顾志坚强调 这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他们虽然很清楚中国社会充满苦难的根源 在于中共专制 但他们往往只限于描写苦难本身 而不愿或不敢去向公众揭示苦难的根源 从而造成明智被蒙蔽 苦难也在不断地继续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李谦采访报道